好,除了會造成影子長短的變化,還會看到昼夜的變化 這張圖,陽光直射哪裡? 赤道 請問你,地球轉一圈? 地球轉一圈,白天長還是晚上長? 一樣長,昼夜很長 所以,這天陽光直射赤道的時候,全世界各地都昼夜相等 我們要說,有一個時候,全世界都昼夜相等 陽光直射赤道的時候,比如春分跟秋分 第二個,有一個地點,每一天都昼夜等長 赤道,每一天都昼夜等長 所以,這叫做陽光直射赤道的時候 那麼,這邊就有這張圖 從這張圖,你就可以根據它的轉 這一半叫白天,這一半叫晚上 就可以判斷出來白天長還是晚上長 這個圖有兩種畫法 這種畫法叫做,太陽是平的,地球是歪的 還有地球畫直的,太陽畫斜的 不管怎麼畫就是,有陽光的一半叫白天 沒陽光的一半叫晚上 所以它的轉動,你就知道白天長還是晚上長 那麼,這張圖叫做陽光照在北半球 就看到,北半球白天長,轉一圈 我們按照我們的字轉,轉一圈,白天 然後晚上,所以白天長晚上短 所以北半球奏長夜短 夏至的時候最北,所以北半球奏最長夜最短 這個是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奏長夜短 夏至的時候奏最長夜最短 那如果改成直射南半球也一樣 你就看到順著地球的轉動,你就轉 白天比較短,晚上比較長 你就知道,陽光直射南半球 北半球奏短夜長 冬至的時候最難 所以,北半球奏最短夜最長 好,這就是,我們其實從圖上就可以判斷出來了 那你把記下來被對也是應該的 就記好,陽光直射南半球 北半球奏短夜長 冬至的時候奏最短夜最長 我們剛剛走過冬至 好,剛剛走過一天白天最短的時候 那如果是這裡北極圈 有人是說北極圈就是66.5度那一圈 有人是說那個以上都叫做北極圈 我是用那個以上都叫北極圈的想法 這張圖這裡是90度,歪了23.5度 所以這裡叫做66.5度 這裡轉一圈全部都是白天 所以北極圈以上都是永驟 夏至的時候北極圈以上都永驟 那麼南極圈以上呢? 都是什麼? 永驗都沒有白天過 所以北極圈 夏至北極圈永驟 南極圈永驗 那麼如果冬至就倒過來 冬至就反過來 北極圈永驗 南極圈永驟 南極圈永驟 所以把一些圖綜合起來看 你就會發現有一件事情 北極這一個點 有半年的永驟 從春分到夏至 從夏至到秋分 半年都是永驟 有半年都是永驗 從秋分到冬至 從冬至到第二年的春分 都是永驗 所以這裡人顯然不可以日出而坐 日落而喜 所以他就要日出而坐 先坐半年坐到死 再回去日落而行 再睡半年睡到昏 睡到昏 所以這裡人顯然不能日出而坐 日落而行 北極這個點的永驟永驗最長 長達半年 那有個地方最短 叫做66.5度的地方 他只有北極66.5度 只有一天永驟 哪一天? 夏至 只有一天永驗 哪一天? 冬至 好了66.5度 只有一天 90度有半年 中間呢 越往北邊永驟永驗 就會越來越長 所以有的會一個月 有的也有三個月 有的也有四個月 好 所以 如果你夏天去北歐玩 這考試也考過 你夏天去北歐玩 你就會遇到永驟 就會有這個午夜的太陽 以及晚上12點了 太陽還斜掛在天上 它都是斜色 所以不會高掛 都是斜掛在天上 如果你超級世界跨人 要冬天去北歐玩 你就會碰到 永驗 就是 大白天呢 還要拿手電筒 因為都沒有陽光 都沒有陽光 沒有陽光 OK 所以 叫做永驟跟永驗 OK 這邊有一個 永驟的影片 只有一小段 是跟地科有關係的 看到你太陽 在地上 咕嚕咕嚕咕嚕的走 永驟 愛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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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都跟地科沒有關係 這有一點關係 就是陽光從那個射進來 滴滴的這樣射進來 所以照的人睡不著 沒有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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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 不是誰 它有高檔的 窗簾 超 поним 超感到身體 謝謝 謝謝 高檔的窗簾 樂建中心了 攏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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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攏 computer получается 太陽在地上攏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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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攏轉 永驟 vamovic family pierws. become the only hope let's keep me抗完 효な's centuries 好 請各位記住 考試考有關於晝夜場場的問題 請您記住我們的Key word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晝長夜短 月北邊晝夜場 陽光越往北邊走 北半球白天就越長 我們考試考我們 白天長還是晚上長 跟剛才一樣 可以同一個時間不同地點 可以同一個地點不同時間 今天1月4號 東京台北馬尼亞 請問你 誰的白天最大 日本 東京 因為陽光直射南半球 北半球白天 越北邊白天就越短 跟他相反就好了 所以東京最北 所以東京的白天會最短 也可以考同一個地點不同時間 好 台北人1月1號 4月1號 7月1號 10月1號 哪一天台北人的白天最短 1月1號 1月1號 最接近東四嘛 最接近東四 1月1號 所以判斷方法就是這個 就這個 陽光直射北半球 北半球白天長 越北邊白天越長 陽光越往北邊走 北半球白天就會越長 就讓你判斷 到底誰的白天比較長 或誰的白天比較短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好 好